台中市後備憲兵和松協會 今天舉辦了第八第九屆的理事長交接 現場來了一千三百多名的貴賓 那這場活動呢 台中市長盧秀燕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都來到了現場 場面呢 相當熱鬧精彩 現在我們就一起到現場去看看吧 台中市後備憲兵和松協會 正式成立第九年 2020年12月6號晚間 在烏日珍愛婚宴會館 舉辦第八第九屆理事長 隆景後備憲兵和松協會 第四第五屆理事長 跟和松協會殺戮分會主任聯合交接典禮 即受政典禮 台中市長盧秀燕日辭中表示 憲兵是國家非常重要的軍種 在營是良兵楷模 在鄉是良民模範 是社會國家重要的支柱 未來在丹林市場的舞蹈之下 在我們林立市長的領導之下 我相信我們台中市後線 會在會上橫樓 快晃佳績 大家就認識 典禮除了盧市長親自到場之外 還有立法院副院長蔡奇昌 跟後線學長家人1300多人參加 新任理事長林輝智表示 後備憲兵和松協會 長期為社會公益付出 協助政府政令宣導更維護治安 可以說是一日憲兵終身憲兵 未來也會繼續支持政府服務民眾 發揮安定社會的力量 今天接下台中市後線協會 理事長這個位置 那將來新的一年 我會把我們台中市後線帶領出去 然後跟所有全國的後線來結盟 然後主要是會以公益團體為出發 會把我們後線出了每年的軍學活動 然後急難救助之外 會針對有需求的這些社團 我們會來做社府工作 所以我今天特別過來 是因為我們的林理事長他要接任 那林理事長長期在地方做很多的社會公益 那事業也很成功 也是我很要好的這個好朋友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跟他恭喜 典禮結束後的參會 也安排梅河夫人合唱團 跟國內知名南高音許文龍先生演唱 還有後線學長陳錦翔的管樂器演奏表演 讓會場充滿溫馨熱鬧的氣氛 記者陳文旭李佳金台中報導 現在我們面臨到這個新的國際形勢 開判所獲得在一起 開判所獲得